中国解放军骇客部队上海总部曝光 上海浦东大同路附近有餐厅、外商公司和按摩院 这栋白色建筑物是解放军61398部队的总部 竟然是中国骇客的基地 中国军方从未提过这个地方 但是美国国务院和私人智库都密切观察它 只称这里是网路间谍的大本营 美国网路安全公司爆料 6年来有141家公司遭到攻击 设计军事、资讯技术和电信、航空、能源等多种行业 超过8成都在美国 这些骇客被称为上海帮 会偷看电子邮件和密码 偷取设计蓝图和价格文件 入侵最长长达5年 网路安全公司分析 其中超过9成的入侵 还有3000个IP位置 都来自于61398总部位于的社区 估计里面有数千名精通英文和写城市的解放军 部队会在大学里发奖学金 招收硕士研究生 而根据纽约时报 可口可乐联合国、美国的安全编码公司 还有Facebook都曾被中国骇客攻击 其中这名中国骇客替某些FB专业灌水按赞和粉丝数目 提供收费的造假服务 中国国防部表示解放军从来没有支持过任何骇客活动 中国也是网络黑客攻击的受害者 网络攻击具有跨国性和匿名性的特点 要追溯其源头是十分困难 中方坚决反对黑客攻击行动 美国则说这是重大敏感的外交事件 会继续向中国高层和军方代表 重申对网络攻击的重视 美方高层甚至表示 现在就像冷战时期 只不过监视的对象变成上海的伺服器 纽约时报最近又爆料 自己也曾被中国骇客攻击 该报稍早披露 总理温家宝的家族持有大笔资产 中国立即封锁纽约时报的网站 也不准纽约时报采访十八大会议 也不准备得什么 水灭越来给你 水灭越来购旮的 有效忍者